主席大家好,有请部长 市部长有请 听伟你好 部长 我几次的质询 我都举一个例子 就是吴宝春 先生,他去参加世界面包冠军的比赛 他说他不是准备到100分 也不是准备到120分 他准备到200分 如果一个面包冠军的比赛 世界面包的比赛 都准备到200分 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和安 到200分 这个过分吗 我觉得对和安的要求提高 我觉得是应该的 所以呢 部长,今天呢 老祖宗一句话 人算不如天算 人总有失算的时候 你要保证100% 保证到200% 除非你是神 除非你是老天爷 所以我说 核能电厂是只有神 只有老天爷才玩得起的火 那神也玩给你看啊 他在宇宙中帮我们准备了一个太阳 太阳就是一个核能电厂 它是核融合 是我们人类一直追求的核融合 不用钱 放在宇宙中给我们用 太阳照耀我们地球 一天够用我们人类的能源 够用我们人类多少年 部长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都不行 上次我已经问过你了 也给你答案 30年 今天 我不反核 我赞成使用老天爷 帮我们准备的核能电厂 就是太阳 不用花钱 不用冒着 赌上全国人民身家性命 加上后代子孙的危险 我们不用在地面上 在台湾自己搞核分裂 今天马总统说 我爱台湾 我要河岸 好 我不跟你讨论永和反核 我跟你讨论河岸 今天 你知不知道翡翠水库 离我们何一何二多远 应该是不远 几公里 抱歉 几公里 我数字我不知道 部长 东京的自来水 已经污染这么多天了 你们竟然没有人 我咨询过原文会主委 咨询过吴敦院长 包括你没有一个人到今天 去量一下翡翠水库 离我们何一何二长多远 只有30到35公里 离何四长30公里远 也就是说 他根本不用半天 如果这三个核电厂出事情 我们的翡翠水库就被污染了 原文会告诉我 何一何二出问题 要撤退150万人 这150万人 不可能一天撤退 他们必须躲在家里面 吃奶水不能喝 小孩子泡牛奶的水 不能泡 你们可有准备好 150万里面有多少 要喝牛奶的小朋友 你们准备好 矿泉水了吗 没有 如果 宜兰也被污染 六七成以上台湾的矿泉水水源地在宜兰 如果宜兰也被污染 我们台湾连本国的矿泉水 都不够吃 那个时候部长 请问你准备好要进口 外国的矿泉水给我们喝吗 没有 想来你们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东京的自来水 包括旁边的这些个县 十一个县的自来水已经污染那么多天了 我们政府官员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去想到 万一出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怎么样保护我们人民 这还敢跟我们谈和安吗 今天德国政府已经把超过三十年的反应炉停下来 我们的合一厂一号反应炉超过三十三年 二号反应炉三十二年 合一二厂的一号反应炉三十年 这三个反应炉是不是应该至少停下来 我跟委员报告两点 第一点 这个复合性的灾害 目前行政院已经要求内政部要做一个通盘 比照德国政府对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视 是不是先把运转三十年以上的反应炉先停下来 不是要和安吗 你也知道全世界目前这么多的国家有何能的设备 部长 部长 听我说我的时间是28秒 吴大游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讲了一句话 说在苏联车落宝发生事情前一个钟头 全世界人都不相信会发生车落宝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知道吗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们竟然都没有危机 今天是美国三里岛发生事故的日子啊 美国发生事情 苏联发生事情 日本发生事情 世界三大核能工业的大国都发生事情 台湾不会发生事情吗 你用你的性命帮我保证 向我保证 台湾不会发生核能灾变事故 董事长你回答我的问题啊 我跟你讲 我在答询 我在质询 我要你保证台湾不会发生核能灾变 你给我时间办理 你只是讲我怎么没有答案 对不对 第一个啊 我们要看一个核能事故 要看他的事故的设计基础是怎么样子 譬如这个海啸 现在呢 我们那个国科会 我给你讲了这个总统担心中国的核电厂 中国人担心我们的核电厂 比如委员 我们两边要谈什么 你应该不担心行星撞地球 我们要担心什么 行星撞地球不是没有发生过了 对 恐龙怎么灭亡的 所以你要不要有一个核 苏联发生车落宝 美国发生三里沼 日本发生浮导 台湾要靠运气吗 假如你的假设不合理的话 你的核市场 你的核市场的防震系数只有零点四G 浮导是零点六G呢 今天都出事情了 我有数据 你要不要提高你的防震系数 我们 微华委员会已经通过决议了 而且要求核市场把你的 主控制式跟紧急冷却系统提到 提到那个改到地表 你至少要告诉我们你要花多少钱吗 要花 同样在建厂两千七百亿 搞不好全民觉得很值得啊 你去问兼职人首相 现在用钱可以解决问题 对兼职人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啊 所以委员只是要问不要我答 你答复啊 你要先保证你先保证 跟委员报告 跟您要不要保证行星不撞地球一样 要不要能保证 行星会撞地球撞过啊 所以你要一个合理的假设嘛 要一个合理事故的假设 所以为什么那个国家 国科会现在是说 我们的板块的情况 跟日本的板块情况 是不一样的喔 板块错落的情况 你是地质学者吗 所有的地质学者跟我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了 我 我们是菲律宾海板块 隐没到太平洋 隐没到欧雅板块下面 欧雅板块跟菲律宾板块之间 等一下我把板块图给你看出来 菲律宾的板块 跟那个 太平洋板块 是两块 不同的板块 太平洋板块 太平洋板块 一样是板块啊 一样是 环太平洋 火环带啊 另外一张 那个 这个是由地质专家来 来做说明 他们现在就是 我知道不一样 我们的核市场外海二十公里就有海底火火山 第2个 第2个 你要假设 这个 除了板块之外 这个 所以你要跟我保证不会发生核灾变是不是 我们这个 我跟 你讲了那么多的意思是不会发生吗 这个核灾变要四个层次来看嘛 第1个是 长子的一个层次 第2个是 所有的核能电厂全世界所有核能电厂盖在盐盘上 福岛电厂在网站上说他们盖在盐盘上 这一次 也可以防海啸 网站上他们自己也写了 我亲眼看过 我总咨询的时候也拿给吴敦毅看过 吴院长看过 吴岛这一次的海啸上溯的高度 是 东京电力去量过到实地去量过 因为有堆叠的效应 没有 海啸高度 东京电厂 你说这么多的就是要保证台湾的核能电厂 不会发生像福岛电厂这样的事情 也不会发生像赤诺比 也不会发生像三里岛这样的事情是不是 三里岛的电厂跟我们核三厂一样 是压水式反应炉 核一核二厂是跟福岛一样是废水式反应炉 三里岛的事件 他所出来的检讨 一连串的人为疏失以及遗弃的一个小故障 就发生三里岛如星融会 没有海啸没有地震 车落比 三里岛都没有海啸没有地震 我们四个核电厂连还没有运转的核四厂都被 这个华尔街日报说是全世界榜上有名的危险 核电厂 所以你们认为你们过去 民国六十九年规划三十一年前的规划 就抵得过全世界现在对我们的 这个担心 都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吗 我们在谦卑的面对事实来看看我们现在的事 你有谦卑吗 当事很谦卑 你谦卑你敢保证吗 你为什么不敢保证你就现在跟我保证 当着所有的媒体 当着我们国会的殿堂进入国会记录啊 部长 董事长一起保证我们不会发生像福岛那样的灾害 跟委员报告我们是要做理性的探讨 我现在跟你做理性探讨啊 理性的探讨不是发誓就着 台湾不会啊 我们先讲台湾会不会有地震 台湾是会有地震 台湾会不会发生七级的地震 超过七级的地震 规模 规模 规模的话 这个要问中央地调所 积极大地震规模七点六 七点六 他的那个 超过零点四级高达一点二级的范围长达 两百公里宽五十公里是你们 气象局长辛债琴投在那个 BSSA的那个 世界级地震 期刊上面的 记录啊 的资料啊 为什么我们 和能电厂 选在北端跟南端 这是在台湾本岛里头 地震 比较不容易 受到台大地质系系主任 陈文山说 台湾的北端南端 都非常有可能发生超过规模八的地震 七点六的地震 就可以摇到超过零点四级 高达一点二级 我们现在所有的核电厂 都只有零点四级 然后核山厂是零点三级 比九二一地震之后 我们一般住家零点三级的防震系数还跌 你晓不晓日本的发生正央九的这个规模的地震到辅导电厂的震度 超过零点四级我查过了辅导电厂是零点六级 到辅导电厂是零点三八二级 一样 他还不是出事了 他的防震到零点六级哦 结果呢 好 没关系 就像你讲的零点三八级 结果出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问了半天你到现在不敢保证吗 你就讲我保证就好了啊 你讲那么多 我不是干保证的行业 我是干电力的行业 你不保证核能安全 我跟你讲核能安全至少百分之百啊 我保证是准备到百分之两百呢 因为我们来不是来发誓 要说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提高 所以呢 如果出了辅导式的那个核能灾变我们怎么办 你说你不保证 我跟那个徐怀琼副总要五十个人的名单说 日本有五十个人守在那里 东电公司请首相说让我们撤退 首相说如果你们撤退东京铁完蛋 有那五十个人守在那里 坚持人们曾经宣布说 要有东日本完蛋的准备啊 那你还什么都不敢保证 五十个人 部长你用这种董事长做什么啊 谢谢谢谢 不然你要保证我部长 董事长不敢保证那你敢不敢保证 谢谢 谢谢 我现在在为民请命啊 包括你们啊 谢谢 到时候 大家吼 我问过原人会 150万点片怎么发 打不出来啊 没有点片没有矿泉水 好谢谢 部长 你也不敢保证吗 他要急着要 那我们的总统还跟我们谈谈什么 我爱台湾我要和安 好谢谢 没有和安没有台湾啦 好谢谢